美國前總統川普是打破了慣例 成為美國史上第四位缺席繼任者 就職的總統 他也選擇在安德魯斯空軍基地 來舉辦離任儀式 發表最後演說 內容是細處了任內的成就 還留下伏筆說 未來會以某種形式再回來 刻意缺席總統拜登的就職典禮 卸任美國總統川普選在典禮 當天清晨離開白宮 飛往馬里蘭州的安德魯斯聯合基地 舉行離任儀式 告別演說細數自己任內政績 大幅減稅增加工作機會 川普還強調 美國經濟是前所未有的好 但隻字未提拜登的名字 只用了新政府三個字取代 這是川普最後一次以國家元首身份 搭乘美國空軍一號享受國家禮遇 這也讓他成為美國史上第四位 也是一百五十多年來首位拒絕 參加繼任者就職典禮的總統 飛機降落佛羅里達州 川普回到住處海湖莊園俱樂部 數以百計的川普支持者 早已在路邊守候 舉著競選旗幟 美國國旗高聲呼喊 車隊刻意放慢速度 讓川普能和支持者打招呼 川普會灰衣袖離開白宮 但卻留下許多懶攤子 新冠肺炎在美國造成四十萬人死亡 現在又傳出各州疫苗 庫存不足與川普還在任時 政府提供的數據有出路 恐怕讓疫苗供應出現混亂 至於演說的最后 川普不忘預留伏筆 暗示政治生涯可能還沒結束 但接下來川普面臨參議院的審判 若通過彈劾 2024年的東山再起可能希望渺茫 公視新聞王伯恩編譯